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这部分呢就是1一直加到5 然后再加到1 对吧 底下这部分是整齐的 我就可以利用乘法计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此时我可以用 把字面把它分成两部分 然后再来计算吧 那首先我看看我的第一部分 我分成的是它 这里是1加到5再加到1 可以写成什么 中间数乘中间数 所以是5乘5 525 对不对 这个25就可以直接算出来了 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呢 是每一行有9块 一共有8行的砖头 所以呢 咱们就8 9 8乘上9 手指操一做 就发现正好是72块 那么最后的答案把它们来 加一块就OK了呗 对不对 加起来就等于的是什么 各位加各位 十位加十位 97块 这个时候呢 哎 打一打 你看 天天就被咱们给救出来了吧 当然了 宝贝们 这一道题呢 绝对不止这一种做法 你可以利用其他更多的方法来做它 你除了像我这样分成两部分 你也可以怎么样啊 你把它全部补齐了以后再剪 是不是都OK的 不管怎么样的 不管怎么样做 是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 简便的方法就OK了吧 好了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这一道题呢 其实是要把它给拆成部分 然后再合到一块思考的 对吧 那像这样先部分后整体的思想呢 在咱们以后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这一道题带给大家的 宝贝们 接下来呢 让咱们一块来看看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想知道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先让咱们一块来看一下今天的知识清单 咱们今天的学习过程里边说到了乘法的意义 又知道了九九乘法表 并且呢咱们一定得把它给记下来 还学习到了先部分再整体的数学思想 同时中间数的算法 这一种简便算法呢 也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最后呀就是乘法的运算规律了 下面就提及的内容 电脑前的宝贝们 你们学的怎么样了呢 不要走开 先一块来看一下今天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九九乘法歌诀啊 又称为小九九 现在呢咱们学的小九九口诀呢 是从一一得一开始的 那么一直到九九八十一为止 而在古代呀是倒过来的 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的 因为呢口诀开头两个字是九九 所以呀人们就把它就称为的是九九了 那么大约到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呀 才倒过来像现在这样 一一得一 巴拉巴拉巴拉 一直到九九八十一 中国呀使用九九口诀的时间较早 在寻子 关子 淮南子和战国策等书中呢 就能够找到 三九二十七 六八四十八 六四八三十二和六六三十六等句子 由此可见啊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九九乘法歌诀呢 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现在呀人们强行把一般有心计会算计 善谋划的人呢 形容为心里大有小九九的人 咱们的九九表呀又称为九九哥 是中国古代进行承访 出发开放总议算的基本计算规则 沿用到今日呀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现在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呢都会被动了 不过呢欧洲指导十三 是季初才知道这种简单的乘法表 这些试试宝贝们 你们知道吗 它们能救活大树吗 请看下集千年大树